我们都知道在央视工作的人员都是有一定的专业性的 正是因为这样才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和喜爱 而这个职业也是需要我们面对全国的人民容不得丝毫的失误 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位更是非常的厉害 在央视工作了28年但始终都没有失误 因此也是受到了其他同事和后辈的尊敬和敬佩 但没有想到的是 这样一个有才能的主持人 却因为自己的儿子当年坠楼事件被全网炮轰 那么这个当年备受瞩目的主持人李瑞英到底做错了什么呢 今天我们就通过这个视频好好地跟大家聊一聊 李瑞英到底得罪了谁才会落得被全网炮轰的下场 你认为李瑞英的敬业精神值得我们大家的支持吗 如果你认为值得 请在评论区打出值得两个字 那么这其中究竟有什么不为人知的事情呢 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今天的故事一探究竟吧 新来的朋友可以长按点赞加关注 创作不易感谢支持 相信没有人没有看过新闻联播吧 新闻联播每天晚上七点都会准时地跟观众见面 小时候跟着爸爸妈妈在电视机前看新闻联播 虽然看不懂新闻 但是对新闻联播的各大主播们还是很熟悉的 像比较出名一点的罗金 张鸿铭 康辉 欧阳夏丹 李瑞英 他们这些人都被大家称为果脸 不过随着时间一点点的流逝 很多大家熟悉的果脸也渐渐离开了大家的视线 退出了荧幕到二线工作了 主播们退休以后的生活过得也都不一样 像张鸿铭 他在退休以后一直都过着非常洒脱休闲的日子 可是曾经跟他搭档的李瑞英的退休生活 却跟张鸿铭反差很大 李瑞英于1961年出生在北京 也许是因为家庭的原因吧 李瑞英的父亲是一个军人 所以他对自己女儿的要求都很高 在李瑞英很小的时候 他就比同龄的孩子要更加懂事和乖巧 因为父亲家教很严格 小小的李瑞英根本没有机会像其他小孩一样出去玩耍 陪着他长大的只有读书和写字 所以小小年纪的李瑞英就有一口非常标准又流利的普通话 在李瑞英上高中的时候 非常羡慕售货员点钞的样子 所以递制做一个售货员 为了成为一个优秀的售货员 李瑞英刻苦学习 在所有的科目中 李瑞英的数学成绩最好 可是在高考之前 李瑞英却被朋友强拉着一起考中国传媒大选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上 李瑞英在走廊里碰见了一位老人 他拿起报纸给老人读新闻 读完以后 李瑞英问老人 我读得怎么样 老人笑盈盈地说 你这个水平要考中国传媒大学 把九不离十了 老人的一番话给了李瑞英莫大的鼓舞 从此以后 李瑞英开始了他的播音梦 他努力学习刻苦训练 终于在他的不懈努力下 成功地考上了北京广播学院 可是进入大学以后的李瑞英 觉得学业太过艰难 好几次李瑞英都想要放弃了 可是是李瑞英的父亲一直教诲着他 让他坚持了下去 为了让自己变得更优秀 李瑞英拼命地学习专业知识 只要一有空闲的时间 他就练习自己的发音 1984年 已经毕业很多年的李瑞英 在天安门城楼上 现场直播了 国庆35周年的阅兵式和燕火晚会 1986年 李瑞英被调回北京广播学院任教 李瑞英工作非常认真 收到领导的赏识 不久以后 李瑞英成功进入中央电视台工作 要知道 中央电视台可不是一般人可以进的 所以这样的工作机会 对于李瑞英来说是非常珍惜的 所以进入央视电视台以后 李瑞英比以前更加努力了 为了提高自己的能力 李瑞英非常刻苦地练习 有什么工作他都抢着去做 终于 李瑞英的努力没有白费 1999年 李瑞英受到赏识和重视 正式担任了新闻联播节目的女主持人 当时的新闻联播没有女主播 李瑞英是第一个新闻联播节目中出现的女主播 可见 李瑞英有多么的优秀 从李瑞英进入主持行业开始 她对待工作就一丝不苟 她总是以最高的标准去要求自己 所以 从她工作开始的28年来 李瑞英从来没有过一次失误 要知道 很多主持行业的人 多多少少都会出现过失误 那些失误也都成了主播的一个小污点 可是 李瑞英没有过 这都是她夜以继日的努力练习带来的成果 她的认真工作精神也被大家都看到了 也获得了大家的认可 直到现在 李瑞英仍是主持行业 无数后备追赶的目标 李瑞英不仅事业蓬勃 她的爱情也是大丰收 原来李瑞英的丈夫是李瑞英的发小 两个人从小就认识 是名副其实的青梅竹马 在李瑞英26岁的时候 她步入工作的第二年里 两人携手进入了婚姻 婚后不久 两人还生下了爱情的结晶 孕育了一个儿子 其实 平时的生活中 很难看到李瑞英提到自己的婚姻生活 可是 两个人结婚几十年 没有一次吵过嘴 一直恩爱的像新婚夫妻一样 也成了很多人口中的模范夫妇 大家都很羡慕李瑞英的生活 一直以来 也正是因为上府的支持 李瑞英才能无所顾忌地 把自己的工作完成得完美 就是这样一个认真敬业的好主持人 因为敬业 她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 也就是因为敬业 她成了风口浪尖上的人 成了网友们口诛笔伐的对象 原来 那是一次和往常没有什么区别的录制 在台里的李瑞英 正正惊危坐 看着手里的新闻稿 准备以最好的状态播报的时候 突然来了一通电话 电话是家里打来的 说李瑞英的儿子不慎坠楼了 虽然目前不知道情况如何 但是不慎落关 全身多处骨折出血 这个消息传到李瑞英的耳朵里 像炸弹一样轰击了李瑞英的大脑 一时间李瑞英脸色苍白 同事们都很担心李瑞英的状态 都关心她 问她怎么了 发生了什么 可是没过几分钟 李瑞英突然转换了状态 说了一句没事 就开始正常的录制 大家都很担心李瑞英 这样的状态录制会出问题 可是那一天的新闻联播 跟往常的没有什么区别 李瑞英还是一如既往地稳定发挥 坚持完成了录制工作以后 才急匆匆地前往医院看望儿子 消息传出来以后 很多人都觉得李瑞英太绝情了 还有的人以这个为借口去网抱她 说她六亲不认 不得不说 这些无脑键盘侠们真的可恨 他们不论是非就肆意揣测 不管青红早白就一顿骂 要知道 自古忠孝两难全 更何况是这样敬业的李瑞英呢 节目马上播出 难道要扔下节目不管直接走人吗 难道有哪个做母亲的不心疼孩子吗 李瑞英从电视台去医院的时候 连衣服都没换 跑得太快还摔了一跤 这样的母亲 怎么忍心说她六亲不认呢 幸运的是 经过治疗以后 李瑞英的儿子脱离了危险 只不过因为这次坠楼 李瑞英的儿子也与高考无缘了 得知消息以后 李瑞英没有难过 而是选择安慰自己 他对儿子说 这一生 无论做什么工作 都会感到快乐的 其实 李瑞英经历的网报 已经不止这一次了 2014年 李瑞英和搭档 一起宣布离开新闻联播 退休以后 每个人选择的生活方式 都不一样 有的选择一养天年 有的选择出去旅游 可是李瑞英的选择 和他们不一样 他并没有就此结束 自己的播音生涯 他还在坚持着做自己热爱的事情 在播音行业继续发光发热 他成了大学的教授 在高校里给一批批 怀着梦想的播音人讲课 同时 他还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培训班 专门培训播音主持 李瑞英就好像从一个职场 转战到另一个职场一样 不过不同的是 他不再是那个严肃的女主播 他的穿衣风格也发生了变化 从前的他因为工作原因 只能穿正装出现在大家面前 他的表情也永远都是严肃的 可是有网友晒出 李瑞英开班授课的照片 可以从照片中看出 李瑞英穿着休闲 看起来气质非常的优雅之性 作为老师的李瑞英 和主持新闻联播时的李瑞英 判若两人 他一改平时的严肃 笑盈盈地给学生们上课 他看起来就亲切温和 就连声音都令人如沐春风 就是这样的李瑞英 又开培训班补习 又被网友网爆了 键盘侠们说他捞惊 说他离开了电视台以后 心术不正 只想着赚钱 可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李瑞英不过是一个 终身热爱播音事业的人而已 他只不过是想发一份热 散一份光而已 他只是想用尽力 自己的毕生所学的知识 去教会后辈的人 让我国播音事业 后继有人也罢了 这也有错吗 不得不说 有些网友或者键盘侠 真的不分青红皂白 而这其实也是我们现在 最应该改正的恶习 有一次 李瑞英的搭档张红明 在街边一个人吃冰棍 被拍到了照片 网友们都能凭借这张照片 主观意断出张红明生活的不好 还有什么事 是键盘侠干不出来的呢 不管怎么说 现在的李瑞英已经60岁了 希望这么多年 一直都活在镜头里的李瑞英 可以开心自在地活成他自己 在经历了这么多事情后 能够明白 只有遵从自己的本心 不要去过多地 关注外界的声音 才能够保持乐观的态度 也希望他可以过得更好 看完本期视频 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评论 关注我 下期更精彩